又有女網友在臉書上控訴 在她大學剛畢業時 加入一間知名影視製作公司 是一個要出外景的拍攝工作 地點在綠島 主持人更是一線大牌 還點名姓徐 因為要對腳本 兩人在車上相談甚歡 吃晚飯大家換泳裝 泡海底溫泉 在溫泉時裡 女網友感覺到徐姓男子 在撫摸她的大腿 就算換位置還持續撫摸 還說其實在車上 徐姓男子就坐在她的身旁 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玩她的頭髮 還有泳衣肩帶 但她不敢反抗 怕被誤會是在和她搞暧昧 總是在節目上 帶給觀眾效果 儘管女網友沒有指名到姓 但點名姓徐 要說更是一線大牌的主持人 讓藝人徐奈玲 不得不親上火線回應 表示這輩子只有三十多年前 和藝人陶金營 去過一次綠島 為了要錄節目 特地學了潛水 整個錄影過程都很順利 杏騷風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演藝圈現在 風聲鶴唳 華新文綜合報導